大家有機會的話,來民國要來體驗一下早餐文化 日本足球代表隊的必勝保佑看板在這邊 我們選白桃口味的 因為現在日本夏天盛產桃子 看起來超晶瑩剔透的有沒有 民國空琴的話,就是民國當地的地址 這個真的很方便 而且他這次出的這個超級可愛 哈囉大家好,我是Nik 歡迎來到我頻道 我是一位在愛知縣民谷工作的工程師 今天這期影片要拍一個久違的週末日常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週末都是怎麼過 來做些什麼事情 那今天這期影片有點波折 本來想要去愛知縣隔壁的三重縣 那邊有個地方叫做西班牙村 為什麼想去那邊呢 因為現在那邊有寶可夢的聯名活動 但是我跟朋友看了一下天氣預報好像會下雨 所以我們就臨時決定改變行程 我們先來愛知縣民谷這邊非常有名的早餐文化 就是呢,點飲料就會附贈早餐 所以我們選了一家在我家附近的咖啡店 然後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PSYCH LIKE SIPPING A NOFUNCAN 我們現在要來這家咖啡店名字很特別 它叫做明樂時運 那日文的意思呢就是運送光明又快樂的時光 它是一家非常專業的咖啡專賣店 那這邊的話呢就是一般的咖啡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有些比較特別的 像是有這個勝利者咖啡就是上面有鮮奶油的 然後還有這個橘子拿鐵感覺很好喝 我是點這個 然後有咖啡Snow照片在這邊 就是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種類 然後也有做冰的 那你不喝咖啡的話呢 這邊其實有比較一般的無酒精的飲料 他們家有名的就是這個吐司現烤的 看起來又超好吃的 然後最棒的是呢 只要你在早上時段來的話呢 就是點飲料就會送早餐 就是這邊的吐司有六種種類可以選 這算是一個名古屋的早餐文化吧 假如大家有來名古屋玩的話呢 記得去連鎖咖啡店也有 就是可以去體驗這種點飲料送早餐的文化 那我們東西送來就趕快開動 那我覺得這家店最棒的地方是呢 它非常的寬敞舒適 然後它是有一種在那種日式庭院用餐的感覺 然後價位我覺得也還算合理 像我點這個冰的橘子拿鐵 大概是日幣650 然後就有附早餐 我選的是最招牌最經典的這個 小餐紅豆吐司 吐司烤的看起來超脆的 然後紅豆餡也給滿多的 那因為我跟我朋友兩個大男生 絕對吃不飽 所以我們又另外點了 這個是肉桂吐司 我們今天把其中一個先吃掉了 個人還滿喜歡肉桂味道 但其實滿多日本人都滿不喜歡的 最後我朋友點的是這個 它的是蛋吐司 看起來超像那種披薩的感覺 它每個都有附一個優格 我覺得算是還滿豐富 滿佛心的一個模擬具 他們家的吐司真的烤得很好吃 我是覺得日本吐司真的滿厲害的 幾乎每家店都不在畫蝦 我覺得都很好吃 就是又有一點彈性 然後它的奶油也非常的香 然後紅豆餡也不會太甜 仔細吃的話 它這個紅豆餡就是裡面也有放奶油 所以整個吃起來非常醉 但是真的滿好吃的 然後這邊的咖啡也非常的好喝 大家有機會的話 真的來民國要來體驗一下 這種早餐文化 果然兩個大男生吃吐司吃不飽 所以我們又加點了一個布丁 那因為這個咖啡店 算是比較有那種 昭和時代的感覺 所以它的布丁是比較傳統的 口感比較硬一點 但是非常濃 蛋香也很厚重 然後重點是它有香草籽在裡面 香草味道也非常的重 很好吃 而且不會太甜 吃完早餐呢 我們就開車來到日進市這邊 那這邊有一個我蠻想來看看的神宮 就在這邊它叫做白山宮 那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 它是在專門拜就是腳的 就是你腳有受傷 或是希望腳更健康的話呢 它這邊有一個叫做竹王社 又叫做足球的神社 蠻特別的 就進去看看吧 聽說蠻漂亮的 我現在就進來神社裡面了 然後我發現它這邊的御手洗非常先進 居然是自動的 就升過去的話 水就出來了 這我真是第一次看到耶 非常的先進 這邊剛好有一個白山宮的地圖 剛好可以跟大家解說一下 因為我相信大家來日本玩的話 應該都只會在這邊 明古屋市 那我們其實在明古屋市旁邊的一個市 叫做日進市 我們現在在這個白山宮 算是這個市最大的神宮 那大家比較熟悉的話 還有這邊長久守事的話 這邊有個愛地球博紀念公園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現在非常熱門的吉普利公園在這邊 那另外很有名 我也很想去的這個 Toyota博物館 風田博物館也在這邊 那我家呢 其實在比較下面的地方 已經超出地圖了 這邊有個東香店 我們待會也會去 那這邊的話 綠區跟天白區呢 這邊就還是在 明古屋市區的範圍之內 我家就是比較南邊這邊 那我公司呢 就在更東邊的地方 在我後面呢 就是白山宮的本宮本店在這邊 然後另外它有一個 富的小神宮叫做竹王社 我們待會也會過去看 然後在過去之前 大家看到沒 這邊有一個日本足球代表隊的 這個必勝的保佑的看板在這邊 非常的特別 算是真的我剛剛提到就是 要是你腳有生病啊 或是希望腳跟健壯 甚至有很多運動選手 也會來這邊保佑他們的這個 運動生涯啊 或是身體強健之類的 大家看這邊會買很特別 就是有足球的 然後這邊有籃球 手球 還有棒球的 還有這個 這個就是日本足球隊代表的 Mark 王社很特別的是呢 他有得到2020年的 Good Desire Award 所以他設計其實非常的漂亮哦 王社這邊呢有一個很特別的 叫做Itamitorishi 就是呢 假如你身上有任何病痛的話呢 就是付500塊的參拜費 就可以拿到這個布呢 不可以直接摸哦 它這邊有寫 就是你要拿這個布 然後去撫摸它 就可以把你身上的病痛給去除掉 各位 大家知道PayPay是什麼嗎 它就是日本的電子支付 就有點像是我們台灣的接口啊 或LinePay 那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地方是呢 現在連就是參拜的費用啊 這邊的賽錢呢 全部都可以用PayPay來支付 這邊還有推薦的數字 這些數字是比較吉祥的 我現在來吃午餐 我找了一家也是在我口袋名單中的店 名字非常可愛 就是叫做三隻小豬 然後它是一家拉麵店 這是它中午的套餐 可以選擇一種口味的拉麵 然後也有水餃 然後有副餐是飯 因為日本人吃拉麵就是一定要配飯 假如不想飯的話呢 它其實也可以換成沙拉 那飯也可以選就是 玉子掛肉飯 就是像這種生蛋的蓋飯 然後另外的話也有TAKO RICE 就是墨西哥拌飯 也有打拋飯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這個應該是它的主打 因為我看很多人點 就是Mini的這個炙燒牛肉丼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 它就是一個小碗的版本 那不想吃拉麵的話呢 它這邊也有越南料理 但是我看這比較少人點 所以我們還是點拉麵吧 這家店的氣氛真的非常好 座位也很寬敞 重點是我覺得裝潢得非常的時尚 配合在夜店的感覺 然後它就是以三隻小豬為主題 就是牆壁上也有畫的小豬 非常可愛 我們現在就來吃拉麵啦 我點的是鹽味的 然後它有點就是日式結合西式的感覺 我朋友點的是呢 鮮蝦口味的 裡面放了這很多的櫻花蝦 感覺味道非常的厚 哇這個叉燒切得非常的厚耶 他們家湯子超可愛 上面有一個三層小豬 不是好看耶 麵也非常的好吃 我點的是比較像是解的食式的感覺 它就是有起司的白湯 超好吃的 那我朋友說啊 這碗炙燒牛肉丼飯超好吃的 就是看起來超爽的 其實滿非常的深 感覺它就是有放很多醬料 然後淋上蛋黃 應該是洋蔥醬 然後它又給這個 幼仔的醬 算是日本非常常見的調味料 嗯 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對不對 加四百塊就換這個牛肉丼飯 因為真的很好吃 它旁邊有給這種白色的起司醬 然後它本身淋的這個洋蔥醬也還蠻好吃 來吃吃看他們家的水餃 我覺得水餃一定是台灣的比較好吃 也不錯啦 我覺得 比起說它是水餃 我覺得比較像是混沌的感覺 不難吃 但是我覺得就是還好 吃完午餐想說呢 這附近剛好有一家很想來的麵包店 所以決定來這邊買一些麵包點心 當作明天的早餐 午餐還剛吃飽 都在想明天的早餐 會不會太誇張 不管怎樣 我們進去看一下麵包長什麼樣子吧 之前有跟大家提到 日本就是珍珠奶茶也是非常的風行 像共茶就開了一大堆 然後這鄉下的地方麵包店呢 居然也有賣珍奶 而且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呢 它寫它的珍奶呢 居然是台灣的台中發想地這邊 直接送來日本的 太酷了吧 哇 真的太難選擇了 選了三個 三個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中間這個是奶油的 然後這是紅茶蘋果的 然後這個的話呢是巧克力加 好像是奶酥的可頌吧 哇 三個看起來都超罪惡的 這邊除了賣麵包之外 蛋糕看起來也很好吃 而且有我最愛的布朗尼 不過價格算是比較 中高價位一點吧 而且是兔子嘛 超可愛的 日本夏天真的太熱了 我們剛剛買完麵包呢 就受不了 兩個人都非常想吃剉餅 然後剛好看到對面有一家甜點店 它居然有賣剉餅 大家猜這樣知道多少錢 我真的覺得日本的剉餅 就是沒什麼料 然後價格蠻貴的 這樣日幣五百塊 而且只能外帶 好小一碗喔 我們選白桃口味的 因為現在日本夏天就是盛產桃子 在我們去下一個地方之前呢 我們剛好經過一家剛開幕的店 然後是專門賣就是麻糬 也就是日文中的麻糬 它店裡非常簡單 就叫做 Kori Toan To Mochi 就是冰跟餡料的餡 然後還有 Mochi就是麻糬 然後就是有賣這種 他們自己店裡現做手工的 像是有芝麻的 有花生的 然後還有各種口味 然後還有一些日式和果汁 像是我下上點的這個水饅頭 看起來超晶瑩剔透的有沒有 而且我覺得它的裝飾啊 就是它的盤子 整個都弄得非常漂亮 這個大概日幣兩百多 我就放在上面好像看起來五百多的感覺 整個變得非常的高齊 夏天就是最適合吃這種水饅頭 就冰冰涼涼的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是芝麻口味 也是花生口味的 就除了賣這兩個之外 也有賣那個 Inari Mochi 它就是外面是豆皮 但裡面其實也是麻糬 非常特別 然後加了麻糬 真的很好吃 它的糖沒有光很多 幾乎是吃原味的感覺 然後花生的餡料也有很多 重點是它外面那個麻糬的Q度啊 我覺得超級剛好的 就不會讓你覺得太硬 你就算點一個啊 它也會在上面幫你放超多 花生粉或是芝麻粉 它們家都是純手工的 真的很好吃 我們來吃吃看它的水饅頭 嗯 這個有嗎? 這個有嗎? 嗯 我們現在來到下一個我想來的地方 這邊是明谷市農業中心 De la Farm 對算是一個農場吧 就是有賣一些農作物啊 有一些動物植物可以看 我也是第一次來 所以不知道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算是蠻新鮮的 這邊只開到下午4點半而已 那我們現在已經3點了 所以我們趕快看一下這裡面有什麼吧 真的是都市長大的孩子 看到這個小黃瓜原來是長這樣子 不過看起來還沒有成熟 這應該是西瓜吧 超可愛的耶 西瓜的小時候長這樣 還沒長大 這邊還有顆 這邊居然還有沖繩的苦瓜耶 而且是白色的 好酷喔 這應該是葡萄吧 每一串看起來都超肥美 好想拿開來看看喔 在我後面這區呢 就是有一個像是小型的農場 種了非常多植物 也有蔬菜啊水果 然後可以看可以觀賞 然後也可以看看他們到底是怎麼長大的 現在來到這一區呢 就是有很多的動物 然後很像牧場的感覺 我覺得它整製的還蠻乾淨蠻漂亮的 就有些動物是可以讓你摸的 各位一定有吃過青子洞吧 明古其實有非常有名的地基 就是這個 Nagoya Kongjin 我第一次看到雞先生的本人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非常大隻耶 看起來蠻有精神的大家 大家都要被宰來吃了 哈哈 這邊居然有所有雞的種類的雞蛋 我現在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種 也有剛剛講的 明古的Kongjin的雞蛋也有 也有筆內雞耶 筆內雞是那個秋田的 這真的很有趣 很多東西都是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人工的孵蛋器 就是它把溫度跟濕度設定 跟這個母雞的懷裡 孵蛋的那個狀況是一樣的 然後過了18天之後 再把它移到別的地方 這邊有個非常酷的 上次我人生第一次看到 就是看到滷牛被炸乾 就是雞牛奶 這邊有一個農場的咖啡店 來看一下裡面賣什麼吧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有賣用明古的雞蛋的蛋包飯 不過都賣完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有義式冰淇淋 有一些飲料跟甜點 我點的這個是呢 台灣檸檬的茉莉花茶 我覺得超好喝的耶 然後我們點的義式冰淇淋 是芒果口味跟牛奶口味的 我覺得芒果都很好吃耶 那這邊呢 只營業到4點半 我們現在已經 沒錯 4點14分 快打烊了 然後在出口的地方 有一個 Nago Hachi Ichiba 就是市場 然後這邊就賣很多農產品 聽說蠻便宜的 來尋寶一下吧 這邊的蔬菜真的比超市來的便宜耶 像這個蘿蔔 現在都已經漲到200了 這邊賣100億而已 我發現這邊有個很特別的蔬菜 大家猜猜看這是什麼 我覺得很可愛耶 它就是白色肥肥大大的 這是白色的茄子喔 第一次看到 之前在泰國玩的時候 其實有看到很多種顏色 但是蠻少看到白色的 蠻特別的 我最近米上自己打果汁 然後我果汁裡面都會加 就是芝麻 然後我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有黃豆粉在裡面 而且它是比較健康 沒有加一些有的沒的成分 所以小時候買一包這個 在日本外食啊 真的很少在吃5米 所以我都會買這個有機的這個 16穀米很特別耶 我覺得這邊算也比較便宜 所以來買一包 這個就是你煮飯的時候 直接加在裡面就可以 我覺得蠻方便的 今天出門還有個目的地點 就是想買水果乾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最近買了萊姆酒 然後上次自己醃了這個萊姆葡萄 我真的覺得超級好吃的 就拿來做甜點啊 或放在土司裡面 我覺得都蠻棒的 所以打算買一包 剛好葡萄乾也用完了 這一大包日幣460 我覺得還OK 哇!這邊有那個 用名古屋的地基做的銅鑼燒 然後還有鬆餅 都是第一次看到 大家只要看到這個啊 名古屋空寢的話呢 就是名古屋當地的地基 現在口渴了 然後我日本朋友說呢 這在日本還蠻風型的 之前蠻紅的 然後他說很好喝 大家有看到可以買喔 我打算買一瓶 我們剛剛呢 在農園呢 都被蚊子咬了 超級癢的 那我家裡的話 平常是備有這個 我覺得蠻有用的 然後它現在出超多種種類的 而且現在日本真的 好多有的沒的喔 不過我覺得 大家要是不放心的話 我覺得可以買這個就好了 這我覺得最有用啦 其他都是多一些 比較涼感啊 或是被那種塵蠻咬的話 也可以用的功能 另外今天想要買的就是這個 我在日本的夏天呢 也是會買這種 涼感的面子 我真的覺得蠻舒服的 然後這個香味呢 是這一家藥妝店 SKEE才限定才有的 我覺得還不錯喔 今天想要跟大家推坑一下呢 就是我平常有在用的洗面爐 就是這個 它是花王粗的酵素洗顏粉 那我平常是買這個版本的啦 那它最近就是跟寶可夢聯名 所以呢 我一口氣呢 三個就是在亞馬遜 Amazon都買齊了 這個真的很方便 而且它這次出的這個超級可憐 它每一個圖案都長得不一樣 都是不同的寶可夢 然後你要出門旅行啊 或者是要出去玩 我覺得就帶上幾顆 然後晚上的時候洗臉可以用 只是因為它這個比較強 就是不適合每天洗臉用 不過這個美容液的版本 好像可以抗乾燥 這一款可能可以每天用 其他的話呢 可能就是一個禮拜用個兩三次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推薦給大家 那因為我已經拿到永住全 坐在日本 所以沒辦法跟大家一樣 辦理免稅 所以我都會下載他們家 藥妝店的APP 像鬆本鏡他們也有APP 然後裡面就是會有一些折架卷 然後我就發現呢 除了今天有15%的折扣之外啊 一個我非常常用的這個洗衣巾呢 它剛好也是有折扣 可以打八折 就是後面這一款 那它最方便的地方是呢 它就是整個是棒狀的 你完全不需要去倒壓幹嘛的 就是拿一根起來丟進去 我真的覺得 非常適合我這種懶人 然後它有出這種 可以在家裡曬衣服用的 有一般的版本 我自己覺得還不錯 而且像這個打八折 真的蠻划算的 買一包 雖然我在日本住啊 我覺得蚊子已經蠻少 但偶爾還是會出現 那這個是我自己覺得非常好用的 你只要往牆壁一噴啊 蚊子就真的就不會來翻你了 我覺得蠻好用的 假如有機會大家來日本的話 也可以買回去用 那我們現在來到今天最後一個地方 就是在我後面這家超市 這家超市也蠻便宜的 那其實我平常都是去我家最近的超市 它剛好就是唐吉克德 因為唐吉克德呢 其實有把日本很多超市都併購下來 它就是看起來是唐吉克德 但裡面進去其實是完全超市的樣子 那一家超市的話我走路就到 那因為今天剛好我朋友開車 我想說呢 乾脆去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超市 所以就來到這一家超市 那這家超市我以前也蠻常來 我以前有車的時候呢 常常會開車來這邊買 這家也蠻便宜的 就跟我一起進去看看吧 我自己覺得真的蠻便宜的 像這樣秋葵大包啊 才日幣100塊 我覺得還行耶 哇好懷念喔 這邊以前真的超常來的 那日本的白菜在冬天真的超便宜 因為現在是夏天啊 同樣的價錢只能買到四分之一的大小 但冬天的話可以買到一整顆喔 這邊的鮪魚居然是台灣產的耶 看到有種莫名感動的感覺 但其實我覺得台灣產的東西 在日本都會變比較貴一點 哇真的很久沒有來這家超市 但是我有被這邊的價錢嚇到 我家附近的唐吉科德 這個大概雞蛋10顆要賣到快200塊 這邊真的超便宜的 我們來看一下肉類吧 因為我平常在健身 這邊雞胸肉呢 價格真的比唐吉科德便宜 唐吉科德要特價的時候才有這個價格 它這邊100公克的話才日幣55耶 我最近早上呢都會用香蕉加優格 還有加豆漿然後還有加芝麻去打 達成果汁 果汁非常好喝 這邊的優格真的是太便宜了 這樣一大盒才日幣100塊耶 不小心踏入這個可怕的區域 超多零食的 而且它就是有跟寶可夢合作 哇這個超級可愛的啊 差點就要買了我要忍耐 哇真的太便宜了 買了超多 這樣大概花了日幣5000塊 真的滿划算的 比我家附近的超市真的很便宜 超多的 開心開心 我們現在就買完東西啦 雖然今天本來是要去三重縣的西班牙村 因為天氣不好沒有去有點可惜 不過活動好像到9月中 所以之後還是有機會可以去西班牙村 去找我的寶可夢 雖然沒有去那邊啦 但是我覺得今天也算是過得滿充實的 雖然感覺都一直在吃吃喝喝 但是也開發了一些還沒有去過的地方 算是非常輕鬆血液的一個週末時光 那接下來就要回家 準備煮我的晚餐啦 對一個人住在日本假如要省錢的話 真的要自己煮 每餐吃外面真的滿貴的 像我們今天中午大概吃了一個人 就快2000塊了 早餐也是一個人大概1000塊日幣 所以呢真的外食的話算是滿花錢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也要在這邊做結尾啦 老樣子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留言告訴我你的感想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跟Follow我的IG 才能錯過我在日本的生活 還有旅行的點點滴滴喔 那我是Nik 我們下集影片見 掰掰